今天有甚麼特別的小食介紹給我們 我們今天會做一個酥皮腸仔卷 我先把腸仔放進攪拌機裡 攪碎了 為甚麼要這樣做 因為除了腸之外 我們想多加一些其他味道 多加一些材料 我們就加一點洋蔥 還有番茜 我們就切碎 切碎 你看到桌上我們預備了酥皮 你看到現在是軟軟的 其實本來買回來 一塊塊已經做好了,就會急凍 我們拿出來的室溫度 攪拌一會,它就會變軟 攪拌軟了才可以做 拌勻後,我們加少許調味料 加少許鹽和胡椒 繼續拌勻 我先切開酥皮 通常我們可以將它一開三 對的,大約就可以了 然後拌勻後 拌勻後,就可以把肉碎 先把酥皮塗在酥皮上 是 我們把肉碎放在酥皮中間 大概多少呢 就把酥皮分三格 放在三分之一 是 先把肉碎 然後我們慢慢捲上來 然後把肉碎放在酥皮上 然後我們要做甚麼 然後我們要做甚麼 切小一點 對,切小一點 我們可以在表面割少許坑紋 其實是做甚麼呢 讓酥皮有點坑 讓它休息一下 割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表面塗少許蛋漿 通常塗完後都會放一會 等它五分鐘左右 讓它吸收的蛋漿 然後就可以把肉碎烤 180度,焗10至15分鐘左右 你看到它變成金黃色 酥皮可以脹身 這樣就可以出來了 很漂亮 這次連做酥皮卷都可以 我的朋友一定會羨慕死我了